我會集中在這三種 溫差跟岩差 溫差發電基本上台電已經研發了二十幾年 那它的總效率是1% 百分之1的效率 所以基本上 工業院這幾年也有利用那個能源規範計畫 在做溫差發電的一個研究 那基本上他們已經把它導入到所謂的工業廢熱的應用 工業廢熱上它的溫差拉得更大 一點點熱大概六七十度 那跟那個比較低的溫度 它就可以做溫差 所以它把這套技術已經轉移到工業廢熱上去使用 那岩差發電基本上是利用岩的濃度的壓力差 它用半生酮膜去推動去做工 那所以說 潮差發電的話 波浪發電 黑潮 講黑潮大家比較知道 黑潮發電 基本上有很多種發電的一個形式跟機制 有很多個發電機制跟機制 那我想今天大概會技術面的話就朝這兩 這三個 那這邊也幫大家做一個歸納 單位換算 這在那個整個我們媒體報導上看 有很多很多有些一看就知道那個單位差個十倍啊什麼 因為它寫錯了 基本上國外的那個發電量裝置都是用Megawatt 所以我這邊全部用Megawatt 也就是中文的話就是百萬瓦 Megawatt 當作一的話 那千瓦就是0.001Megawatt 往上就是Gigawatt 然後還有一個更大一點 那一度電 一度電是一千瓦 亂一個小時 怎樣叫做消耗掉一度電 我想很多做能源的有時候搞不清楚 怎樣是消耗掉一度電 基本上一台吹風機 一台吹風機大概就是一千瓦 你把它開一個小時 開一個小時就是消耗掉一度電 用這樣去想就非常簡單 所以一度電是一千瓦小時 所以吹風機它的那個消耗能量就是一千瓦 你把它開一個小時它就消耗掉一度電 那國際上比較大的就是一個Telawatt 這個單位可能比較少人看到 但是事實上也蠻重要 因為如果你看整個台灣的總發電量 從2009到2012這邊大概都 這是已經是最新的資料 因為今年2013 我們大概是211Telawatt每年 就是2111億度電 台電常常會發布一些訊息 那我們全球總發電量大概是 兩萬兩千多的Telawatt 那所以說你說碳台方面 我們台灣大概就是佔全球的百分之一 事實上你從總發電量 跟我們台灣的年度總發電量去比的話 事實上也大概就是百分之一 所以基本上我們台灣 基本上能量的使用 跟一些二氧化碳排放 事實上跟總發電量 事實上是蠻相相關的 那第一個我剛剛所提到的 潮沙發電的話 基本上最有名的就是霸國 所以我說剛把潮沙發電 排除掉海洋能源的話 但是它事實上也是利用海水 它基本上就是在出海口的地方 做一個水壩攔起來 然後呢這邊的潮沙 潮水 漲潮的時候水全部進來 水全部進來這邊 然後這邊變成一個水庫 退潮的時候水流出去 所以它就利用這邊安裝了發電機 所以就可以做一個發電 做工 做工然後發電 那法國這一套的話 1966年就已經啟用了 1966年就已經啟用 它的裝置能量是240MW 240MW是多大 我們一台的風力發電機 就是比如說 機場附近沿岸開過去 台61號線開過去 西濱快速到外面開過去 看到很多一支一支的風力發電機 一支就是2MW 一支2MW 所以這個大家去數 大概就相當於120座的 120座的那個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說風力發電機的 那個瓦數 那個裝置能量大概就是2MW 那它的話是有240MW 一年大概0.6TW的總發電量 那韓國 韓國在2011年之前 他們就已經在這個 首爾附近 他們也在一個河口 在河口做一個 也是組體組起來 這是他們組裝的 那一樣 它的裝置能量是254MW 但是它是單向的 剛剛那個法國那個是雙向的 那這個是目前世界上來講 有在啟用的潮系發電 就是利用潮叉 圍成水壩 然後來做發電的 大概就這兩個是最大的 為什麼 因為這邊已經幫各位統計好了 韓國法國 當然加拿大也有 但是很小 20MW 中國也有一個 大概在東北那邊 3.2MW而已 3.2MW而已 為什麼把這列出來 因為三峽大巴 你把它列出來你就知道 三峽大巴是22500MW 那個極速是跳上來跳 基本上都是零頭而已 你可以看到韓國跟法國剛剛的 基本上都是三峽大巴的零頭 那 22500MW大概 各位清楚台灣 全部的 不管什麼樣的形式 發電量加起來大概多少 大概是4萬1千 大概4萬1千 那相當於一半的中國大巴 三峽大巴 那進入到第二個技術領域是 那個波浪發電 那波浪發電事實上 我在2008年在接觸的時候 事實上就針對於波浪發電 它的美國專利資料庫 我把它全部翻過 有關於波浪發電也找到400多個專利 那同時針對這樣的技術 做一個分類 波浪發電很簡單 波浪發電事實上 要有一個能量採集系統 因為波浪 各位知道波浪是上上下下 然後左手又要衝擊 所以你要把這樣的一個水的運動 把它轉換成發電機能運作 就是旋轉 旋轉的一個動作 所以它要有一個能量採集系統 然後去轉換 看你要用什麼東西去轉換 看你是要用氣體當介質去轉換 還是用水當介質去轉換 還是用密度更高的油 工業用油去轉換 或是你直接讓它旋轉 或是線性發電去轉 那這邊的話我不細講 大概就是有岸邊式跟離岸式 這是在專利資料庫裡面 大概去看出來的一個趨勢 這邊呢 事實上也把索爾的 剛剛所做的分類做一個介紹 這樣可以看得出來 我這邊紅色字 基本上就是把一些 機械動作的一個原理 它怎麼動作的 點出來 比如說像這個 它就是利用海水這樣 一直慢過來 一直慢過來 這邊做一個水 然後有個水高低差 然後就好像水力發電一樣 這邊裝一個發電機 然後水讓它流過來 再流回去大海 類似這種的 比如說像這個 豆蓋碗這樣子 它蓋住 然後波浪在底下 上上下下 然後空氣運轉 空氣運轉推這個發電機 或是你有一個支點管 板狀物去推動 這邊做工 波浪發電大概就不脫離 這幾種形式 這邊多一個浮體 多一個浮體的話 浮體、支點、桿鑽物 這邊就可以做工 這邊就可以做工 或是你其他專利裡面 真的是非常特別 還可以看到洪溪市 各位知道洪溪原理 他說洪溪一直吸 一直吸 水就高起來 然後呢 水讓它流下來 發電機 這樣也可以是一個專利 但是事實上 各位知道專利 你喔 大概1% 能夠有實體出來 就 就不錯 但是它 能拿到專利 這樣子 或是這樣子推 讓它旋轉 離岸式的 離岸式的 跟剛剛一樣 離岸式我把那個海蛇號 事實上海蛇號 事實上也不是 什麼特別的 那個 它就是裡面 利用角度 製造角度壓縮流體 我剛剛套用剛剛 波浪壓縮空氣 這邊 波浪製造角度 一樣 支點 反撞物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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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桿撞物 類似這樣的一個 來來回回的 或是你中間固定 左邊 像蝴蝶一樣 動 關節 關節的地方就可以做工 就可以發電 典籍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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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董的 基本上就是屬於典籍能士的 那 這個也有利用 陌路海面下的 利用那個浮力的 利用密度的不一樣的 去做工的 基本上都是有這些形式 那離岸式 基本上還有這些的 或是你用去壓的 或是 各種奇怪的專利 那專利 這些 大家都 都 如果你是工程背景 大概都有一些了解 那 介質的部分 也就是能量轉換系統 有的人利用空氣當介質 去推 發電機 有的人利用水當介質 去推發電機 有的人利用油壓 當介質 去推發電機 去推油壓桿 去帶動發電機 或是你直接讓它旋轉 你可以用齒輪 你可以用鏈條 你可以用鋁帶 你讓它旋轉 基本上都是在 美國專利資料庫裡面 看得到的東西 那或是你用線性發電 那或是你用線性發電 像那個上海的那個 池輔列車 它是池輔的 那 逆反應的話 就是線性發電 最重要的統計 岸邊式的統計出來有81件 離岸式的有302件 波浪發電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我先丟一個問題 讓大家稍微思考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專利離岸式的會比較多 然後岸邊式的是這樣 等一下再做解答 好 然後剛剛我說的 第二 能量擷取之後 能量轉換出來 大概370件 370件裡面 直接讓它旋轉的 最多 直接讓它旋轉最多 等一下 剛剛看一下 離岸式 點極能式的也是最多 點極能式 就是 用一個浮體在那邊 點極能式的最多 轉換的 就是 你直接讓它旋轉的 非常直覺的專利 是最多的 那有的是用液體當 油 高密度的油當介質 有的是用水利 從這邊可以看到 我已經把水利的那些專利 都已經排除掉了 水利的專利都已經排除掉了 那 波浪發電 我把這張圖 基本上都是有裝置出來的 然後有真正在死海域 測試過的 它會放在這裡 但賣的話 有一個叫Webstar 它有一個1比10的 這個也不久 2009年 就已經在做 用一個棧橋這樣出來 你看這麼多 1.8千瓦 很小 1.8千瓦而已 它後來 2009年我們本來要去參訪它 那後來它 說它在忙 後來才知道它在忙這個 1比2的一個比例 500千瓦 還不到1MW 500千瓦 0.5MW而已 它真的1比1的比例 是這麼長 大概100公尺 6MW 才6MW的 相當於山枝風機 路上風機而已 但是它需要花費100公尺的 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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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會有 會有影片讓大家稍微看一下說 它怎麼運作 那美國 那美國當初也有做 一個40千瓦的 那這個後來也好像沒有再繼續 繼續它的研究 艾爾蘭有一個Oyster Bunk 它的公司叫Aquam Marine Power 它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機具 就是我剛剛介紹的那個 支點桿裝物在這邊動來動去 就是這個 英國Wavebub 這個好像 那個林董也看過的 Wavebub 現場看過 最有名的就是佩拉米斯 佩拉米斯 佩拉米斯是最接近商業化進來的 前幾年那個工業還想引進 一台來台灣東北角放 可是很貴 它 它有四節 等一下 等一下看 它這個裝置的量有750 這個還不是 這只有四分之一而已喔 要 多四倍才有750千瓦 的一個發 的一個裝置容量 那 這是台灣的 就是前一陣子在 前一陣子在 媒體上看到的 這也是媒體的那個照片 那它是1000瓦 1K瓦 1K瓦 1K瓦的一個裝置容量 那 進到第三個 海流的發電機 基本上就跟我們的 風力發電機非常像 基本上就是 它不脫離 就是用 用螺旋槳的方式去 去 變成 用海水去推它啦 那最有名的是MCT 等一下後面 我們也會介紹 最有名是MCT 然後還有一個 Open Hydro Open Hydro是一個 中空的一個設計 那跟這個 所謂美國 當初也是用那個 三強式的設計 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的話 就是會偏心啦 就是 你那個 這個直徑 16公尺 你莫大於裡面 有點浮力 但是你基本上 在旋轉的時候 你還是會偏心 會撞到旁邊 的發電軸 這 固定指在旁邊嘛 轉指在中間嘛 你還會撞到 尤其在海中 有一些生物啊 什麼的 撞到 這邊看到是白的嘛 對不對 我這是去縣長我自己拍的 你看這邊都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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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 看得很漂亮 那這是MCE 等一下有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我這樣 影片可以嗎 好 沒相信 海洋能源 有一些示範計畫 在各個地方發展 我不細講 抓重點給大家 2000年以後才有 所以說海洋能源 是一個非常新的一個能源產業